记者于赵福基隆报道,日前已将钱户口到连江县的潜力为维耀钱,昨天一早搭乘台马之星交通船,展开基层请义之旅,首站抵达东引乡,在乡带刘家发协助下,拜会东引乡民,今天晚上将由乡长杨云承坐东,与地方人士参序。 魏耀钱说,这是基层请义之旅,他将宣扬自己理念,寻求马祖乡亲的支持。 曾经担任第一届增额立委,第二届立委的魏耀钱,曾经代表民进党参加连江县立委选举选,退出民进党的魏耀钱,日前将户籍签到连江县南竿乡友人家,确定将以无党籍投入年底连江县长选举,连江县县长选举。 除了县长刘曾英寻求连任,还有数党提名的苏百豪,再加上为耀钱参选县长,让连江县长选举出现三抢一局面,为耀钱预定明天从东引乡前往北丹乡,将探访前副议长谢成春,前乔载村长陈雄飞等老友,请易地方兴阁的事务,并寻求支持。 谢谢。